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来到穿越火线枪王军火库 在我们的节目中会给大家带来最专业的枪械评测和最实用的游戏技巧 枪王军火库 助你直接晋升大神成为枪王 本期枪王军火库给大家带来的是绝版新作武器女皇利刃双子座 这把武器是女皇利刃受到了双子座守护神 乌赛东与奥林匹克十二主神之一的赫尔莫斯保佑的近战武器 有着绚丽无比的外观 从而名为女皇利刃双子座 武器属性测试对比是通过三童系列武器对比 来更直观地了解武器属性差异 以此来说明强化后的武器在基础属性上的提升 首先使用女皇利刃双子座与影之刃进行对比 可以看到两把武器移动速度 经过对比后发现女皇利刃双子座与影之刃的移动速度无差异 接着我们使用女皇利刃双子座与影之刃进行左剑攻击对比 可以看出两把武器经过对比后 发现女皇利刃双子座与影之刃的攻击方式相同 女皇利刃的左剑攻击速度较慢 影之刃的左剑攻击速度很快 接着使用女皇利刃双子座与影之刃进行对比 可以看出两把武器的右剑攻击 经过对比后发现 女皇利刃双子座与影之刃的攻击方式不同 女皇利刃的右剑攻击范围更加广 影之刃的攻击方式是向前戳 所以攻击范围没有女皇利刃双子座高 本次使用女皇利刃双子座与影之刃进行切刀速度对比 以切换动作至攻击的时间长短来分辨两者切刀速度 经过对比后可以看出 影之刃的切刀速度略微高于女皇利刃 使用女皇利刃双子座与影之刃进行攻击范围对比 经过对比后可以看出 女皇利刃双子座的攻击范围明显比影之刃高很多 攻击范围越高越容易打到敌人 也就是说女皇利刃的容错率很高 女皇利刃不仅拥有华丽的外观 而且是一把容忠使用的武器 武器属性相对来说比较中等 没有特别突出的属性 伤害测试将会通过武器在击中敌人各个部位造成伤害数值进行进入 并且会分有无AC下的不同伤害 而具体数值的意义在于判别一刀的伤害能否爆头 或者需要连续攻击多少刀才能一套带走敌人 下面请看具体数值 女皇利刃双子座的伤害封面与大部分近战武器相同 轻击无法无视AC爆头 重刀100%可以打出100以上的HP 也就是说重刀命中敌人必死 完好近战武器 那么必须理解其特性 女皇利刃是一把主要使用重击进行攻击的近战武器 当然这并不是说轻击没有用 如果在一场乱战中遇到多个敌人 这时候对受伤的敌人使用冲击 是比重击更加效率的 成为一个优秀的近战玩家 首先要熟练掌握武器的攻击时机和命中率 接着就是走位了 躲避敌人的致命攻击 在敌人攻击后摇cd时间 从而后发制人是最保险有效的攻击手段 当然想熟练这些技术就要多多练习 女皇利刃双子座非常适合刀战 当然如果你喜欢在游戏中复跑 那么配备一把女皇利刃双子座 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在幽灵模式中 写护者一方使用女皇利刃双子座 可以让你如虎添翼 幽灵模式很注重命中率 如果你一次攻击没有命中敌人 那么很容易就被敌人发现 要自己非常危险 所以像女皇利刃双子座这种高范围的武器 都很适合幽灵模式的潜伏方 女皇利刃双子座的重击范围非常高 而且伤害很高 可以快速有效的刀杀僵尸 女皇利刃双子座总体评分 实用性8分 外观10分 必用性7分 综合8.3分 女皇利刃双子座的优点是伤害 变袭性 攻击范围都很好 缺点是攻击速度略慢 女皇利刃双子座整体外观非常闪耀 华丽度当然没得说 整体上来讲 收藏价值很高 但是性价比略差 本期穿越火线枪王军和库 为您带来的新作武器 女皇利刃双子座的全方位测评就到这里 以后我们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武器的全方位讲解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by bwd6